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 跟Regular Language有关的 Long Deterministic Final Accept 那通常我们就称它叫 NFA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版本的Final Tomato 那重点 就是Long Deterministic 我们之前 介绍那个DFA是Deterministic 两个有它 相依的地方 那这样子的 Final Accept 它一样是五个部分所组成 那理论上每个部分跟之前 大约都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是 存接训Function 那存接训Function 本来在DFA里面 存接训Function是说 以目前的状态 然后看到输入的某个字元 它换到另外一个状态 可是在NFA里面就是 目前的状态 然后看到输入的字元 那字元除了原本的字元之外 还可以是Lambda 然后它 决定换到另外一个状态 现在就不是一个状态 而是可以换到很多个状态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 原本的那个状态集合的子集合 所以这边就写Power Set 所以理论上有两个主要的差别 就是它Input的时候可以输入Lambda 那输入Lambda什么意思 待会会讲 就是没有消耗任何的资源 就可以换到另外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这边 那它要变成的状态 可以是好几个 好那看一下 它说那个NFA跟DFA之间的差别 主要有三项 好第一项那个 成绩讯方形的值是 就是那个Q的Power Set 所以代表说 在同样的状态 看到同样一个字元 可以跑到不同的状态 好第二个参数可以是Lambda 代表不用消耗任何的输入字元 就可以换到其他的状态 好第三个它说 好如果Delta QIA是空集合 因为那个Q的Power Set的子集合 可以是空集合 那如果是空集合的话 就代表说在QIA这个状态 看到A的时候它没有定义 它没有其他的状态可以去 好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们画那个Transition Graph的话 我们画图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点 就是每一个状态 就不一定要对每一个输入资源 都要有一个存集讯方讯 所以相较之下 其实NFA你在设计 或者在画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好那要怎么判断一个字串 能不能被NFA Accept 那其实判断方式很简单 然后就是我这个字串可以让这个NFA从Q0 然后一路转换 有办法转换到某一个Final Stat 就Accept 也就是说我可能这个字串 在NFA里面可以走出很多条路径 它到最后可以找到 可以跑到好几种不同的状态 那其中只要有一个状态是Final Stat 就是可以Accept 所以就是除非它完全没有办法走到任何一个Final Stat 这时候才Reject 所以其实Non-Deterministic 它说其实就是所谓的最好的转换方式 那我们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 只要有办法Accept 它就一定Accept 其实Non-Deterministic的这种模式在演算法里面 特别在讨论到NPCompleter的问题的时候 也会用到 那通常就 我们通常就讲说 只要有路它就找得到了 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使用 好 看一个例子 它说NFA也可以化成准确讯Graph 好 看一下这个NFA的例子 那这个时候的差别当然就是那个Q0碰到A的时候 它变成它就跑到两个不同的状态 所以它变成那个所有状态的子集合 它Q0碰到A可以跑到Q1也可以跑到Q4 可以跑到Q1也可以跑到Q4 好 那它的Final Stat是Q3跟Q5 所以它就问说 请问这个NFA可以Accept什么样的Language 所以它理论上两个Final Stat 我们就去看两个Final Stat 各可以Accept什么样的字串 好 这个Q5它大约就是两个A 然后之后再加偶数个A 所以它大约Accept的字串就是那个 就是至少是2的偶数个A 好 另外的Q3这个 它就Accept长度为3的字串 长度为3就是3个A 就Accept3个A 所以就3个A 3个A 4个A 4个A之后就是 以上就是偶数个A就可以Accept 所以这个NFA它Accept的Language 大概就是这样 好 再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有Lambda 对不对 然后Final是Q0 好 那 它说 好 有一个Lambda成绩讯 Q0碰到Lambda的时候可以转换到Q2 嘿 然后Q1碰到0 会跑回Q0也可以跑到Q2 好 然后Q0碰到0可以跑到 Q0碰到0 等于Q2碰到0 好 等于Q2碰到1是空集合 我在想说怎么没有 是空集合 那Q1 这里少画 少写一个 这里是1 Q1碰到1 照理说也可以跑到Q2 它这个Q1碰到0可以跑到Q0 也可以跑到Q2 所以这个这个 但是Q1碰到1好像没有写到 好 那它又问了 请问这个NFA会Accept什么样的Language 好 那当然理论上它可以AcceptLambda 对不对 然后可以AcceptE0 E0 E0 反正就任意多次的E0 任意多次的E0 所以大概E0 E0 这个子字算重复N次 然后那个N就大于等于0 就大于等于0 大概是这样 好 那 这个 好 它说NFA的成绩讯Function的Delta 同样可以改成那个DeltaStar 好 那DeltaStar 就其实之前我没有特别讲 然后我们只说DeltaStar就是可以重复任意多次 就是说带Delta可以带任意多次 那因为Delta原本这个是字元 那它DeltaStar就可以放字串 那放字串就是说我从Qi 然后一个一个 一个字元一个字元去带Delta 去带那个成绩讯Function 然后看所有的这个字串全部消耗完之后 最后可以跑到什么状态 那对NFA当然最后就跑到一个状态的子集合 所有状态的子集合 好 那所以 好 那它就把那个 这个符号把它叮 把它称它叫做Extended成绩讯Function 然后反正这里就变成一个子串 看它可以走到哪些集合 好 那再来看一个例子 好 那这个例子里面有两个Lambda的传绩讯Function 好 所以Q0碰到 好 Q0 Q0它没有写 好 Q1 好 它说Q1碰到A的时候 好 那理论上你好像碰到A没有定义 但实际上我可以透过Lambda 跑到Q0 然后再 再经过A 所以可以跑到Q1 然后 走到Q1之后又可以透过Lambda走到Q2 也可以走到Q0 所以Q1 那个 碰到A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跑到Q0 Q1 Q2 然后Q2碰到Lambda Q2碰到Lambda 它会跑到Q0 那当然它碰到Lambda它可以不用走任何地方 所以也可以跑到Q2 好 Q2碰到两个A 其实碰到一个A就是Q0 Q1 Q2 碰到两个A也是Q0 Q1 Q2 好 那又问这个 这一个Language 这个NFA会Accept什么样的Language 这个 好 那个Lambda是Q1 所以其实它不会Accept 就是Final是Q1 所以它不会AcceptLambda 所以它至少要有一个A 至少要有一个A 之后大约就是任意多个A 所以它大概就A plus 就是说至少一个A 至少一个A 就会Accept 好 那它说输入一个字串 然后它在Transition Graph上面可能产生多长的Walk 就是说它可以走出多长的路径 它可以走出多长的路径 那它这个有一个计算式子 它说它走出来的路径是这个大Delta 然后加上1加Delta乘以字串的长度 好 那它说这个Delta就是Lambda的边数 就在这个图形上有Lambda的边数 那你说这怎么跑出来的 假如说我从这个Q1开始走 然后我输入三个A 输入三个A 它大概这里Lambda的个数是2 所以大概就是2加上3乘以3 3乘以3 所以它大概可以走出长度为11的Walk 从这里开始就走两条就是Lambda条 那个Lambda条边 那只有一个A 好 再两条 两个A 再两条 三个A 然后最后再两条 所以其实总共是11条 总共11条 好 那再往后面看 好 那后面这个定义跟前面DFA的定义差不多 它就是说一个NFA 它可以定义出来 它可以Accept的Language 是这一个Language 那这个Language就是所有W的字串 只要它能够从Q0开始走 然后最后走到的状态的集合当中 的集合跟FinalState的交集不是空集合的 那这样子的字串就可以Accept 就可以Accept 所以它这里是说了 这个Language的组成是有所有W的字串 这个W的字串可以就是走一个Walk 然后那条Walk的Level就是W 就是那个字 那条Walk的那个边的上面的字元 全部把它连接起来就是W 当然如果有Lambda Lambda就自动消失 好 那就是从Initial Vertex 从InitialState开始 然后走到某一个FinalState 然后就是从那一条Walk 从InitialState可以走到FinalState 好 单约是这样 好 那这个图刚刚有看过了 它就说 如果这个图它输入110 那11之后 那0就没有地方可以跑 因为Q2走0是没有地方可以跑的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死掉 所以它所走到的集合就是空集合 那空集合跟FinalState的交集一定是空集合 所以这种字串就不会Accept 就不会Accept 好 那这个是真实的讲法 实际上就是走到没路的时候 这个字串就不会Accept 好 那最后讨论一下 为什么要讨论 non-deterministic 为什么要用non-deterministic的观念 来描写Automata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那因为电脑的运作都是deterministic 你说deterministic跟non-deterministic的差别 那我们就说电脑运作都是deterministic 因为你在某一个状态 然后判断某个条件是否成立的时候 它一定只有一种路可以走 它不会说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条件成立的时候 我有三种路可以选 然后三种 其中只要有一种是对的 我就一定走得出来 没有这种概念 电脑目前没有办法这样子运作 所以我们就说电脑运作都是deterministic 那为什么要学non-deterministic的概念 好了 那它说那个其实概念的描述 它说要解决tsp的时候 从某个点开始走的时候 我们现在tsp的问题就是什么 那个npcomplete的问题 就是一个销售员 还有一个退销员 他要到很多个都市去退销 然后到 然后那个我任两个都市之间 可能都有航班可以坐飞机 但是时间都不一样 那现在希望你排出一个行程 排出一个顺序 让它所走 你按照你的顺序 所来走的话 飞机的飞行的时间可以最短 这个是tsp的问题 那理论上 那个我从7点开始 下一个航班 下一个都市应该选哪一个 理论下一定有一个最佳节 但是目前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怎么选 就是说我实际上不知道怎么选 所以目前那个电脑做法 就只能随便找一个 然后然后之后再随便找一个 然后之后去找出 可能找出一个答案 之后再看看什么样的答案 可以最小 可以最小 目前电脑做法大概都是这样 演算法做法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他要把那个所有的状况都考虑过 那实际上 Lang Deterministik的看法大概就是说 如果有人真的很厉害 他知道下一个怎么选 他需要知道下一个怎么选 其实那个最佳的选法一定存在 Lang Determinism 他的想法就是说 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出 那个最佳的选法 那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那个判断方式 好那他这里提供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说 有时候用Lang Determinism的观念来描述 会比较容易 就像前面 会比较清楚 前面这个NFA 我们不是问说 他会 他会Accept什么样的Language 那时候就说 他会AcceptA3 就三个A跟其他偶数个A的字串 好那你就想说 这个Language 如果你用DFA来设计 会不会很麻烦 会不会很麻烦 当然因为这个没有到真的很难 所以你大约就 那个Q0走一个A 两个A 三个A 那大约四个A吧 大概四个A 或五个A 要不要走到五个A 好像要 好像要走到五个A 然后两个AAccept 三个AAccept 四个AAccept 五个A的时候不Accept 然后第五个A的那个状态 再连一个A回来 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比较复杂 可是问题是 万一这里是三十一个A 好啦 那三十一个A可能画出来也没有很简单 就算NFA也没有很简单 好啦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你没有用Lang Determinism的方式来描述 有时候描述出来会复杂很多 那用Lang Determinism有时候会方便很多 会方便很多 好 那这个 所以那个NFA 其实它在描述 它在设计Final Automata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好 那这里再一个理由 它是说其实Gramar 我们还没有讲到Gramar 但是它说其实用Gramar来表示的时候 Gramar也都是Nondeterministic 好 它说假设像这个S 产生ASB跟Lambda 好 这个Language 啊 当你要产生一个字串的时候 你要带哪一个 哪一个Pudential rule 你要带哪一个Pudential rule 那这个也是 其实它有两种选择 那我就假设我一个字串 它就是它一定会选到它该选的那个Pudential rule 来产生 来产生这个字串 所以其实Gramar本身也是Nondeterministic 也是那种只要有方法可以产生这个字串 它就一定能够做得到 好 那NFA大约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那但是最后面有一句话 它说实际上它会证明 是可以证明说DFA跟NFA 所能够表示的 所能够Accept的Language的范围是一样大的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是 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任何一个NFA 把它转换成DFA 就是Accept相同Language的DFA 那这个是下一次 可能我下一段影片就会介绍这个部分 好 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